我可以說很幸運 我相信對於我們幾個伙伴來說 我們的變壞過程是一個成長發酵的過程 走出一磚豆腐變成腐乳 大家好,這裡是Low Beach Chow 我們店鋪其實是全香港首間腐乳主題的餐廳 為什麼我們說是腐乳做主題呢? 因為我們這裡不單止食物和腐乳有關 其實整間店鋪圖上顏色方面都跟腐乳有關 腐乳這種食材味道獨特鮮明充滿個性 不少中菜小炒都會用它來調味 中環潔街街最近就有一間以腐乳做主題的餐廳開業 聽起來好像很重口味 但出奇地很受歡迎 我們店鋪的招牌菜就是這個招絲腐乳Carbonara 我另外會提議大家試的就是我們牛油果煙生文魚 腐乳是用開平的腐乳 因為其實開店之前我們都試過不同類型的腐乳 最後發現開平的腐乳它是淡香味會比較重 因為我們不想用只是鹹味偏重的 我們會形容為Chinese Cheese 為什麼我們會用腐乳這個東西? 其中一個原因我們覺得腐乳這個東西其實跟芝士很像 而它的用處其實在我們Carbonara裡是作為一個調味的角色 餐廳買的Carboni意粉就用了腐乳製作醬汁 還加入了臘腸 配搭完美十足賣相不錯 未吃已經聞到腐乳香了 味道比起一般Carboni意粉沒有那麼油膩 還多了一份鹹香 加上臘腸更加是滑龍點精 看起來好像很平平無奇的沙拉都 它的精華其實都是一個中西合璧入面 我們主要是將Cream Cheese和腐乳做一個混合 之後配搭一個叫做一個新的味道出來 我們的沙拉都酸中包 是真的外面找Pay Cheese 特意Taylor Made一種適合腐乳口味的酸中包 所以我很肯定外面是吃不到的 除了腐乳菜式 還有還有南乳炮製的食物 譬如南乳雞球 將雞胸肉用南乳醬醃過夜 客人落單之後再即叫即炸 最後配上特製的南乳沙拉醬皮脆肉亂 這裏最標準的飲品 一杯叫劉伯的飲品 劉伯這杯飲品另外一個名叫三淡啡 為甚麼會三淡啡呢 首先它本身的咖啡有三個Lay 亦都是這麼多客人的Feedback 這杯咖啡你要第三淡才會愛上它 第一淡你會覺得它很衝擊 因為始終我相信沒甚麼人真的喝過腐乳的飲品 但第二淡開始你會慢慢接受它 第三淡你會愛上這杯咖啡 幾位老闆當初購上這間餐廳的時候 在考慮味道的同時 也得出一套獨特的腐乳人生觀 腐乳和人生究竟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的故事都跟腐乳很有關係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一句很簡單說完 因為我們曾經有個壞在過去 但其實在這個變壞的過程 就像豆腐一樣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變壞的過程 究竟是發酵的過程 還是真正變壞的過程 我經常對外國人說 我的職業是一個兒子 其實我爸爸媽媽從小到大 都不是很支持我做生意 我爸爸跟我說得最多的一句就是 家裡留給你的錢 其實真的可以過人生 你不要特別出去做生意 不要沒有那麼多風險 小時候會覺得 爸爸好像很疼我 但發現我爸爸說這句 其實他自己對我沒有信心 其實我從小到大比較反叛 比較不聽話 所以他覺得你出去做生意 被人騙了錢怎麼辦 但我都說覺得很反叛 雖然就是不聽他們說 自己出來慢慢開始做生意 其實他們說話都沒有錯 開舖的過程 我是不斷做錯很多東西 走過很多錯路 但也在同時我這一刻 都想證明給他們看 其實錯的過程不要緊 其實這個錯的過程 錯下錯下都好 你會走適合一條屬於你自己的路 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